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我們來到女人的電台 林真啊 我說最近台灣有一個 新的私房景點 你有聽過嗎 私房景點 哪裡啊 我跟你講 你只要經過這個景點 你一定會被它吸引住 然後停留下來 我知道台灣很多地方很美 但是很多私人景點 我都知道你講的是哪一個 是不是真的想知道 想知道啊 導播 我跟你講 這個私房的景點就是 好爛喔 什麼好爛 其實... 他真的也沒說錯 是不是 因為畢竟經過他的身邊 看到他真的會停下來 怎麼樣 尤其他的五官 你就會一直盯著看 想著說 出神了對不對 到底這五官 發生過什麼事 什麼發生過什麼事 出事了 不是出神 他撞過咧 真的就是會停留啊 蛤 對不對 而且你一定會想說 手上要拿什麼東西來丟它 對 這樣好不好 可以 無聊 無聊 到底有什麼私人景點要介紹 拜託 不過地方 我告訴你 今天講的 千萬不能跟人家講 這是我們的小秘密 對... 而且你看 比如說你在私房景點 你就到了這個景點以後 你一定想說 去玩他這個主建築嘛 沒想到旁邊 還有一些周邊的東西 廁所啊 什麼都可以玩 廁所怎麼玩 直接周邊的景點 是你不知道的 好不好 好 而且你都已經到了這個地方了 周邊你一定要去走走看看 有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最新特別又有趣 跟著他走就對了 我們的藝人團代表 歡迎 歡迎 當對面的永遠只會照著旅遊書走 去的地方都一樣 我們的聯合國代表 歡迎 所以國外有一些知名的景點 真的是去到很無聊 你知道嗎 但是呢 就像剛剛小燕哥講的 這個知名景點附近 可能還有一些私房景點 對... 甚至可能會讓你玩得 比這個主要景點還要開心 對 但是呢 你要介紹這景點的時候 一定要讓你珍貴到第一句就說 不能跟別人說 不能跟別人說 對 因為跟別人說人家就來了 對啊 這樣子 我跟你說 你不能跟別人說 結果第二天全世界都知道 對啊... 對... 有沒有這些景點呢 有嗎... 有... 很多台灣朋友啊 很多人來日本玩的時候去京都嘛 京都的話會去哪裡 英格斯啊 英格斯拍照嘛 對 我給你今天秘密喔 我給你錢 這裡 我很推薦 京都比什麼 比瑞山 大家聽過嗎應該 沒有聽過耶 很多人沒去過沒聽過吧 其實這裡很漂亮 我... 我... 那個從我的家鄉 名古屋到京都是滿近的 所以我... 我也是常去 可是去幾次就覺得 好像都不會沒有很大的改變嘛 京都就是古都嘛 它能有什麼改變呢 對不對 對啊 而且尤其是櫻花開的時候 還有那個紅葉的時候 外國人整個都是外國人 然後拍照也是要等很久時間 大家去京都要不然就去大阪 就是金版森嘛 金版森就跟你說 很難玩了 你再去 欸 所以我就問京都的朋友說 有沒有還有什麼 那個京都比較特別一點的地方 然後比較小人知道的地方 然後朋友推薦這個 這個是大概那個鬧區 開車大概二十分鐘就到的地方 不會很遠喔 很近 就是一個山上 然後那個... 始終那個一個很漂亮的建築 叫做... 琉...琉璃苑 琉璃光苑啊 琉璃光苑 那個是以前是那個貴族啊 那個武士要那個泡茶 或是酒倉的時候 才去的一個庭園 所以那個是那邊是 看紅葉的時候特別的漂亮 你想看一下嗎 看一下 好 我們看一下 以下就好 不能開始了 來喔 這樣子 來喔 這樣 欸 好美喔 這是幹什麼 這是假的吧 從窗外看出去是這樣對不對 從窗外看出去是這樣嗎 你那麼慌好不好 從那個戶內看那個外觀 就變成這個樣子 這不是LED螢幕嗎 不是不是不是 好像喔 這個是倒影嗎 這是倒影嗎 對 倒影的 你看那個也設到倒影啊 好美喔 對 非常美喔 那個其實是現在的話 2014年開始那個 那個是只有一段時間才會公開 才可以進去的地方 就紅葉開的地方 或是有辦特別活動的時候 才可以進去 雖然排隊大概三個小時左右 可是 早上去的話 一定不會等那麼久 那義大利的呢 其實去義大利 如果你們去玩羅馬的時候 大家印象中的最大的地方 是哪一個 羅馬競技場 一定的嘛 可是那裡就是太多人 太多觀光客 而且拍一拍 就是拍了照 就不知道幹嘛 那我今天推薦的是一個 另外一個比較冷門一點的地方 但是還是沒有冷門到沒有人知道 古羅馬廣場 是哪裡 對 這個其實喔 好像是照片 這個地方喔 其實是離那個 離那個經濟場沒有很遠 然後可以走路去 那為什麼我特別喜歡這個地方 因為其實它之前是一個 你們很少有完整的東西 我對 沒有歷史太悠久了 義大利人做的東西都要做很久 對 對 對 發現他們之前是一個市政 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很多政治的重要的活動啊 都會在這裡發生 然後很多比較高檔的生活 都會在這邊 在古羅馬 那現在當然是已經破產到這樣 可是非常多義大利的觀光客 他們會選擇多花一點時間在這裡 比較少在經濟場 到這裡也不需要排隊太久了 而且我們還有看到 一團是台灣的 他們就是在這裡拍婚紗照 為什麼他們後來拍在這裡 拍很多張呢 因為他們想要去經濟場 但是那裡 怎麼拍都是人 是啊 可是這裡呢 其實你很容易找到一個 沒有很多觀光客的角度 可以拍很乾淨的照片 除了這個我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比如說從經濟場走路過來 走路到這裡 就可以到了 對啊 其實這邊 那很好啊 其實講真的 你去逛這一些地方還滿好玩的 因為你聽他的解說 聽那一段 你會覺得 有一部分你會覺得 哇 其實以前古羅馬的人 有多麼的可惜 你們真的滿好的關係 其實羅馬每一個石頭 都是一點歷史 都是很重要的東西 可是 它比較不有名的地方 就是真的比較少人去 可是還是很漂亮 但是這種地方真的要請導遊 因為它不會有那個解說機 對 如果你 對 如果沒有人介紹 你真的不知道 這些石頭到底是什麼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還要講另外一個地方 這個比較冷門一點 而且真的要 需要用到你們的想像力 因為其實到那裡 它就是 有點 長得很像 一個停車場 它就是 什麼意思啊 它這個也是一個 之前做賽馬的一個 的一個經濟場 你說這一片空地 還是後面那個建築物 NO 你到這裡 景點就是這個空地 蛤 我去幹嘛 對 我那一次去的時候 因為我跟義大利人去 然後我那個時候覺得 真的啊 是這裡嗎 我找不到這個經濟場 沒有啊 就是這裡 就是這個草地 他們之前在這裡會辦那些帳篷 然後做那個賽馬 可是現在當然因為都是帳篷 所以只有剩下草地而已 我到底去看這幹什麼 對啊 所以 就是需要用一點點想像力 就是我把它想像 這裡曾經有一個競技場 對 而且這種事情 我不是躺在家裡睡覺前 想像一下就去夢鄉了嗎 不用氣耶 我要介紹的是 比空地好多的 起碼有一些東西 空地上面起碼有一些東西 是不是 我跟你講就是 這真的是我的私房景點 這個 記憶收藏 記憶收藏 不是有介紹過的 有 欸 空地我沒有介紹過 之前這個地方是一個很大的高爾夫球場 然後現在變成是一個主題樂園 但是大家想到主題樂園就覺得 哇 門票應該一定很貴 因為想到迪士尼樂園之類的嘛 但是這裡的門票很便宜 嘿嘿 就這樣而已 成人猜 差不多猜 350塊 好便宜喔 而且裡面逛的是可以逛很久 因為裡面是 裡面最有名的是森林小火車 森林小火車 它裡面有四個主題樂園 那它還有其他的什麼 四個主題樂園 四個主題樂園 然後你坐那個火車 然後到每一個主題樂園 主題區下車 然後逛那邊 然後再坐那個火車 再去下一個景點 就是這樣的方式嘛 這樣真的超級便宜 超級便宜 真的很便宜 而且不是空地喔 上面是有東西的 不用想像 我那是有東西的 就譬如說裡面有這種東西 風車 就是這是瑞典 就是荷蘭風格的 荷蘭的風格 對 主題區的 然後就變成這樣 因為那時候天氣不好 就是有點暗暗的 可以拍照耶 到時候可以拍照 很適合拍照 然後那裡面還有一個是兒童區 就是小人國那種感覺 就童話故事 那裡的房子都是很小小的 很適合跟那個孩子 小孩子一起去 這是甘道夫嘛 後面是哈比人住的房子 對 這是哈比人住的房子 然後在旁邊 差不多五分鐘 就是有一個那個 石頭爺爺主題樂園要玩什麼 博物館 就可以拍很多 很多不同種類的 石頭爺爺的那個 吊象在那邊 一大片 其實今天 我很不想要接這個通告 沒有 因為我就覺得 我現在跟我們所有台灣朋友講 搞不好他們會 偷偷地告訴別人 然後之後我去這個地方 的時候就是人 就超多了 那你到底是要介紹哪裡 好 我願意跟你們講 小聲一點 但是 不能跟別人說好不好 好 這個地方就是在 加州 斯瓦米海台 加州 斯瓦米海台 很少 人會很少 而且最重要就是 它離 斯瓦米海台 城市很近 開車15分鐘到半小時 要看有沒有塞車 然後在 這樣真的很近 在美國這個已經算是很近 有沒有 那基本上這個海邊 它最適合就是最紅的地方 就是可以去那邊 衝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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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浪的地方 很多石頭 是沒有錯 不會撞到石頭嗎 對啊 真的好爛喔 沒有海邊很長 這是一個照片而已 OK 很多台灣朋友去海邊的時候 也不是進水的 他們都是站在水旁邊拍個照 有沒有 也是 也沒有 就拍個網美照啦 對啊 台灣朋友很多也不會游泳 所以這個地方 雖然比較不適合去游泳 但是如果你喜歡衝浪 去那邊是可以 那基本上這個海邊 就是上面 它本來就是一個休息站嘛 所以你可以去那邊停車 然後在上面 你可以自己吃一個夜餐之類的 那從那個海邊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海邊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走下去啊 可能你要走路十分鐘 就到海邊這邊 那就是又很漂亮的地方 那你看到如果那個浪 就是開始出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螃蟹 一直跑來跑去啊 你把它抓起來烤 那拿什麼你會做的事情 沒有人會 哪有人這樣子做的事情 它不是食材嗎 沒有 這些東西是拿來看的而已 你不是要吃它好不好 說到這個美國的壁區呢 是 喔 喔 壁區 我想說有得了 對 然後 我這邊也有一個 非常非常私密的口袋景點 然後我今天是覺得說 如果講出來的話 我以後萬一 又來 真的啦 我是很不想講 所以我在這邊跟大家講 千萬不能跟別人說 喔 對 我要介紹的是 全加州最美最美的夕陽 在這邊 喔 超級漂亮的 然後它這個地方呢 因為如果大家去這個加州 去LA的話 如果要去海邊 第一個會想到就是 Santa Monica 對 對 然後那個地方呢 它雖然有很漂亮的夕陽 可是它就整個非常的商業化 然後就是全部都是觀光客 那如果你是想要那種 看著夕陽慢慢的享受那個 很Chill的那種時光的話 就是要往北邊到馬里布 那這個地方呢 就叫這個 馬里布沙丘 喔 這超有名的 對 它這個地形很特別是 它有一半是全部都是 大概二三十層樓高的沙丘 然後另外一邊呢就是海 所以它中間只有一條這個 一號公路這樣子穿過去而已 哇 所以你就會覺得看到兩邊 是完全不同的這種景色 結合在一起這樣 然後呢 因為它這個沙子 它那個沙子 沙子很軟 所以呢 當時我去的時候 看到很多這個美國人 他們是直接把這個彈力繩 綁在腳上面 然後他們從這個底端的時候 就開始用那個彈力繩 然後這樣子爬上去 訓練他們的這個腳力這樣 喔 那很累耶 所以就是 對 就是一個非常天然的 然後你又可以看這個整個夕陽 看整個view的這個健身房這樣子 哇 然後小朋友的話 就可以帶那個 我看到他們有的是 直接帶一個大的指板 硬一點的指板 然後就可以從這個沙丘上面 直接就滑下去 滑下去 對 滑下去 就很好玩這樣子 你真的馬里布很有名啊 很多明星都住在那邊 都有房子啊 對 然後但是這個地方 並沒有特別的一個地名 或者是一個風景區 大家就是會把這個車子停在路邊 對 所以你開車經過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欸 這個地方是有一個 很特殊的地形的沙丘 而且我那個時候去的時候 最驚喜的一件事情是 我看到那個太陽快要下來的時候 然後我就看到 奇怪 為什麼海平面上面 感覺好像有一個東西在晃動這樣子 然後我就叫我朋友過來看 結果我們就看到那個 蛤 這麼大 就是很大一個鯨魚的尾巴 然後它就這樣緩緩地上升 就像拍電影一樣 那個慢動作這樣 然後再慢慢慢慢慢慢 然後打到那個水面上面 然後那個水就這樣 啪 就這樣飛起來這樣 哇 那很棒 天啊 鯨魚耶 那你不拍那個 你拍這個幹什麼 拍自己 主要是我 我人要入境 對 既然是美國的beach的話 我們就來看那個夏威夷好了 因為夏威夷嘛 其實全世界人都喜歡去那邊去觀光 尤其是像是日本的朋友 超愛去的 超喔 但是我們也知道說 就是夏威夷它其實旁邊有好幾個島 好像總共有八個島 這些所組成的 所以他們也很流行說 就是每一個島上有那種 很大型的度假村 那我要介紹就是 有一個國際的知名飯店集團 他們在這些島上面呢 都有那種大型的度假村 而且裡面都有一些 跟其他飯店 完全沒有辦法比較 就沒有人可以贏過它的特殊設施 因為我們都知道 譬如說像我們去什麼 威夷夷海灘那邊啊 可能那個大道上面商店 大家都去吃東西 買東西幹嘛 很無聊 可是有些事情 我們就是只要待在飯店裡面 你不用去外面跟人幾人 就OK了 譬如說 像我們去 有一個島叫做Big Island 大島 它上面呢 它就有一個 度假村呢 這一家飯店的 你有看過 在度假村裡面 你居然可以坐到電車 或者是他們這種遊艇 當中是街坡嗎 這也太大了吧 還是要電車耶 是電車喔 而且你可以坐 它這個電車整個遊園一圈 然後它那個船呢 是因為他們在這飯店裡面 它有蓋一個 因為它大島原則上 它大部分的地形 都是火山地形 火山熔岩 所以他們是用人工的方式 鑿出一個戲湖來 然後引進來海水 還有一些植坯啦 生物啊 所以大家就可以在上面 坐這個船 然後它有點像是那種 玻璃船工的 你就可以很貼近水面 看到底下的這些熱帶雨 在那邊游泳 我覺得超級酷的 然後另外呢 這家飯店還有一個很誇張的地方 你剛剛說可以看到金魚對嗎 是 但是那個真的是要碰運氣耶 這一家飯店只要你夠早 預約 你是入住的房客的話 你就有機會 你會 幹嘛 跟海豚共有 我想說旁邊那個女人是誰 真的耶 重點是跟海豚共有 然後他們這個海豚很酷 因為他們其實這些海豚都是野生的 原則上他們其實是會把它放出去 可是時間到的時候 他們早上會自己來上班 然後他們這個海豚 是不是因為要打卡 也許喔 他們有那個機制這樣子 然後他們那個 海豚的這個海水池呢 他旁邊是有開找一個洞 他是利用天然的地形 把這海水引進進來之後 所以也會有天然的魚類在裡面 然後裡面會撲殺 所以他就可以讓這些住客 尤其是像爸爸媽媽有帶小朋友的 你可以去報名 然後你就可以跟這個海豚互動 譬如說教他們怎麼跳舞啦 或是轉圈啦 甚至於你是可以摸著他的背棋這樣子 然後他就會帶著你游一段 超級近距離的 我那一天去試的時候 我覺得整個很感動 因為我真的覺得 海豚好像很有人性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呢 同一個飯店集團的啊 他們在本島上面 洪朵朵朵那一邊呢 他就有這樣子自己私人的海灘 你就不用 雖然他跟那個危機機海灘 只有一條馬路之隔 可是那一邊 因為真的人太多了啦 他們自己的私人海灘 我跟你講這片海灘超酷的 他除了有教練 教你怎麼樣衝浪 然後你可以去外面 實地的去沖之外 你知道嗎 他們這片海灘看出去啊 那個180度的海平面 夏威夷有一個很有名的別稱 叫做彩虹之洲 嗯 你知道到每天的下午 傍晚 它只要下過雨之後 你百分之百一定會看到彩虹 哇 這邊你可以看到一條完整的彩虹 然後你就可以拍一下 屬於你自己的美景 看起來跟Key的一樣 超級美 好美喔 真的 然後另外呢他們飯店啊 還會提供就是入住的客人 一個很特別的服務 就是幹嘛 我那時候去呢 他們是說是免費的 就是有很多這種情侶啊 夫婦啊 他們會到夏威夷去結婚 甚至於有人是去二度蜜月的 那你只要去那邊結婚呢 尤其是二度蜜月的 你就可以免費登記 他們會在海天上幫你證婚 真的很好耶 為什麼來賓口中講的美國 都這麼好玩喔 不要這樣子 為什麼美國人講的美國都 好無聊喔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稍微補充一下 你剛剛講的那個地方 大家都知道啊 哪有 我們都不知道啊 他說都會寧可去外面喔 我知道 我表弟就是在哪裡結婚的喔 在哪裡 你說那個YKID 就說這一個喔 你表弟又沒有邀請我們 我們怎麼會知道 那接下來 我要介紹一個地方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然後非常讚的地方 小聲一點 比所有的美國的海灘更好 因為是在澳洲 喔 對 很容易啦 要比杜莉講得好很容易 對 滿容易的 那很多人很喜歡來澳洲 看我們的海灘 我們有一萬多的海灘 這麼多 對 很多 然後都很棒 然後特別是十一月十二月 是我們的 我們的暑假 很熱啊 所以很適合去海灘 那很多人知道雪梨的 邦戴海灘 超有名 那邊很美啊 浪很棒 美金很多 但是超多人 人山人海啊 然後我給你說一個秘密 澳洲人完全不喜歡去那邊 不會去那邊 澳洲人不去邦戴海灘 對啊 完全一個澳洲人不會在那邊 我們都不會去 因為我們有那麼多海灘 幹嘛要去 那為什麼你們澳洲人一直把我們帶去邦戴海灘 對啊 沒有啦 其實如果你來雪梨 我會帶你去一個地方叫 對 對啊 這是很多當地雪梨人會去的海灘 非常漂亮 只要做一個十五分鐘的 讀論 一個Ferry 然後可以過去 很...很近啊 離邦戴海灘 非常近 然後做這個讀論的時候 也可以看到雪梨的歌居園啊 唉唷 然後可以拍照 很棒 然後很便宜啊 你到曼里的時候 那邊非常棒 有很多水生的活動啊 然後那邊的曼里街很...很棒 可以逛一逛 可以吃很多東西 馬頭那邊也很漂亮 可以... 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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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桶也...也要計較 有可能有漂亮的馬桶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馬桶很棒 然後非常推薦那邊 然後很少的人 可以去衝浪 也可以去游泳 沒問題 非常安全 非常棒 可是有時候你會不會覺得說 大家會問說 那你去澳洲你去哪裡 然後你就說 你去曼里海灘 他說蛤 你沒有去邦戴嗎 你會覺得就好像... 對... 好像有點弱 又沒有去那地方而已 那你就跟他說 海營說要去哪裡 對啊 就是這裡嗎 如果你要去游泳 那我就推薦曼里海灘 曼里海灘 但是如果要拍照 那我拍一個照再邦戴 然後再繼續 因為真的太多人 這個就是... 不舒服 曼里嗎 曼里對啊 對... 比杜莉的有說服力很多 對啊 比杜莉好很多啊 真的 杜莉你到底車到了沒 10點半 10點半啊 快到了 現在都走到那個沙灘海邊 然後我是英國人 我不可以說海邊 沒有人想去 英國的海邊都太冷了 我們沒有夏天這個東西 所以就是沒辦法 但是我可以推薦別的 大家都知道那個 我... 我要掃上一點說 大家都知道那個在倫敦 去倫敦的時候 大家都是去那個什麼 奧克斯福斯 奧克斯福斯 對啊 那就是觀光客 很多吃的賣的 吃的賣的 吃的賣的就是看的 但是... 倫敦人跟當地英國人 就不會去那邊 我們... 比較多在倫敦就會去 康鄧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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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之前真的是一個鎮 因為... 倫敦之前不是就大城市那樣 是很多小的社區那樣的 所以它真的是叫做 康鄧鎮 他們有... 他們有自己的文化在那邊 然後自己的... 怎麼講 就是身份 他們覺得他們跟倫敦人 完全不一樣 而且你在那邊 不會看到什麼外國觀光客 是很好 我第一次在大... 在大學 我自己在成人的時候 去過倫敦 所以我一個當地朋友帶我去 他們很多小... 那個小路... 那個小港 他們像... 其實我到那邊的時候 感覺是像哈利波特那樣 就是很多... 很多就是小... 就是石頭那樣的 像幾百年前做的 然後就是... 是像這樣嗎 對... 它會有照片這裡 這個有像哈利波特 這比較像基隆漁港耶 欸... 就是... 有... 有點... 對... 就是... 就是... 每一條路都是這樣 這很好看其實 這個才真的像基隆的 對... 但是剛好... 很像耶 剛好下地鐵的那附近 所以很多人... 如果是有人... 有觀光客的話 他們會在那邊 他們不會走進去 但是... 有很多品牌店 所以那個... 像... 外公人會喜歡的 但是... 不常去 還有我最喜歡的在那邊 很多二手店 你可以買那個什麼 很多很多那個... Vintage的衣服 它是... 一百... 1960的那個年代 這是... 這是很貴 那個時候很貴 但是你可以買去那個... 十塊... 超多... 十塊... 十塊... 十塊一半... 台幣四百塊 原本的 Burberry 三十年前的 Burberry 你可以買十塊一半 哇... 因為它是二手 但是它是... 跟新的一模一樣 可是很漂亮 還有那個... 因為是... 文化很強 就是很多歌手 很多... 街頭演員 我第一次去那邊的時候 我在晚上我們去酒吧 我是遇到一個明星 但是它在那個時候 它是剛... 它是剛出名 它是剛紅起來 它現在很紅 你們應該知道 Lily Allen吧 那歌手 超喜歡它的 對,它是... 對,那個時候它是剛得到第一名 那個... 第一名 現在它是超級紅 但是那個時候就是... 就是它 因為那個... 對當地人來說 那個是一般的事情 哇... 因為那邊就是每天都看到歌手 看到明星之類的 真的假的 就是很好 就是很多吃的 很多異國料理 但是... 是當地人會吃的 真的是不錯 我要補充 因為我今年二月的時候 我有去 其實那邊... 對,但我覺得那個... 湯姆士他講得真的很對 你剛下地鐵的前面那一段 大概有兩三百公尺 那一段真的全部都是觀光客 可是你如果就是... 要練好自己的角力 你走到最後面的話 它靠近碼頭的那地方 它以前那個船的倉庫啊 現在都變成是賣場 然後就有很多 你講的那種二手的商店 然後裡面有很多那種小店 真的超好吃的 很多異國料理 但是你就是要有耐心排隊 尤其是你要... 要不早一點去 要不你就是晚一點去 中午用餐的話人超級多 真的 好幾百個人在那邊排隊 超棒的那邊 裡面也有很特別的 它是全世界的第一名的那個... 夜店店 那這麼講嗎 那個是夜店的文化的店 你買那個去夜店的衣服 不是那個很辣的那樣 是那樣的那個... LED的之類的 但是它是開門 開了24小時 那裡面的那個員工都是... 就是那個氣氛 他們就是一直跳舞 所以你要換錢的時候 還是要付 還是...這個多少錢 他們就是這樣 就沒辦法... 好動一下 就是沒辦法好好錄 對... 它那個上面... 他們有陽台 上面有辣梅 就是在那邊跳舞 這是它開的 所以外面的... 所有的都關起來 都是黑黑的 裡面都是... 但是不是夜店 是夜店店 夜店的周邊商品啦 對... 很有特色的一家店 對 有時候呢 有外國朋友來啊 我們要帶他去台灣哪些地方 真的很頭痛 那有時候就想說 比如說帶他去一些... 可能大家都知道的景點 對... 千萬不要再帶他們去知名景點了 其實有一些附近的更好玩的 你可以帶他們去的 真的 西門町 不要再帶我們外國朋友 去西門町好不好 對 為什麼大家那麼大 帶外國朋友去西門町 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們來的時候就說 我們想去西門町 對... 我們就帶人去西門町啊 沒有 但是你要聰明一點好不好 學聰明 像我學聰明 因為像我哥 我弟弟他們來台灣的時候 他們說 我們一定要去西門町逛一街坊 我說有什麼好逛呢 帶他們去... 你不帶老外去西門町 我們街坊找誰街坊啊 也對 沒有... 沒有道理耶 對啊 那你就去這個地方 我現在要講這個地方 你可以帶他們去那邊 搞不好那邊的外國朋友 也會變多有沒有 因為我就是 因為我弟我跟我哥 超喜歡去西門町 然後我自己就去了 有一點膩了 然後後來就是上網 開始搜尋一下 有什麼 在西門町附近的一個地方 可以帶他們去 這樣子至少我們去西門町 他們就會覺得 帶到西門町 但是我們帶他們去一個 更好玩的地方 我自己也去了 那後來我查到一個地方叫做 有聽過嗎 有 還有一個叫 八十八 茶輪繁鎖 有這個地方嗎 有聽過嗎 八十八什麼 八十八 茶輪繁鎖 茶輪 茶輪繁鎖 茶輪繁鎖 這個地方非常非常漂亮 我覺得 就是有一點日本的感覺 就是你進去的時候 就是有一點日本的感覺 不是日本的那個 那時候的建築嗎 是 對啊 應該是 你帶他去台灣看日本建築 幹什麼 因為日本的歷史 也是跟台灣有關係的 有沒有 你是沒有帶有關係 對啊 所以你帶他們 你去西門町有拍什麼 拍那些買衣服的店啊 肯德基 馬達老 紅樓有什麼好拍的 這有什麼好拍的 那是母親耶 對啊 對啊 但是帶 去一次就夠了吧 去一次就夠了吧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地方離西門町很近 可以走路十分鐘就到了 對 靠近小南門那一邊 對 靠近 走路十分鐘就可以到這個地方 你可以進去 你可以休息一下 像我們這種 沒有那麼 走一走就穿了 對啊 就累了 你可以坐下來 休息 喝茶 看書啊什麼的 然後你會感覺好像 我現在沒有在台灣的那一種感覺 是 有沒有 這個有不 你帶你的兄弟過去這邊 他們怎麼說 他們覺得 這個很特別 因為他們也分不出來 日本的文化跟台灣的文化 對啊 對他們來說都一樣啊 感覺就是你不在台灣 那為什麼來台灣 如果他們是想要不要 不在台灣的感覺 為什麼來台灣 我自己有一個 我沒有在台灣 但是他們有一個 他們在台灣的感覺啊 因為對他們來說 那個亞洲就是亞洲有沒有 那麼清楚啦 那邊很好玩耶 對啊 對我來說就是 我自己也有玩到一些新的東西 自己也沒有那麼累 對 你下次去那邊 你再帶他們去旁邊那條路 就再走過去大概 兩分鐘的路程 有一個小小的路口 你往那走 那邊有一間台灣 就台北市很老牌很老牌的冰淇淋 然後那是台灣式的冰淇淋 叫做永富 我有吃過 我有吃過 他們是不是有很多 很特別的那種口味 你說的那個是雪王冰淇淋 在中山塘旁邊 但是這兩家是當地最有名的 你們都可以去試試看 超棒 真的喔 你說台灣以前拔布的那一種冰淇淋 是 拔布那它口味很特別 傳統的那一種 有櫃圓啊 花生啊 沒錯耶 對 西門町我覺得真的有一種美麗 其實之前還好 鴨子一補充完 我覺得這個地方一定要去 真的想去 真的很棒 你看為什麼我講都沒有用嗎 今天真的還好 鴨子有推薦西門町這個地方 他真的有來 我跟你講他都在幫杜莉 如果杜莉沒有他 杜莉現在早就out 真的 西門町當然是很多日本觀光客 也去那邊 可是更多日本觀光客 都去的地方就是 九份嘛 對 真的是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歡去 那個九份 尤其是第一次來台灣的朋友 日本人都會去嘛 然後我像我國中朋友 第一次來台灣找我的時候 我聽到他第一次來台灣 那我就 那還是帶他去九份好了 可是他的反應好像沒有很好 因為他說他很期待的是 那個宮崎駿電影裡面的那種 電動的那個夕陽的那個 那個時段的那個畫面 可是早上帶他去的話 就沒有那樣的感覺 沒有夕陽的話 所以就跟場上都不一樣耶 這樣子的感覺 怎麼辦這樣子的話 我現在帶他台灣玩 我壓力很大 所以就馬上問台灣朋友說 附近有沒有更好玩的地方啊 然後台灣朋友推薦我的是 烏爾茶虎山 烏爾茶虎山 茶虎山 茶虎山 你們有聽過嗎 沒有 因為最近很夯 大家會去這邊爬 爬到那個最頂 宮頂 對 然後上面的至高點 那個風景超漂亮的 非常漂亮 有沒有聽過茶虎山 我也沒聽過 因為我們外國人都爬過吧 你也聽過 很奇怪的是 很奇怪的是這座山 大多都是外國人去爬到 蛤 好妙喔 朱莉妳幹嘛點頭 妳又不運動 蔡普惟人都去了 我借一下她的照片 真的喔 我都沒去過耶 真的耶 這個我好像也看過外國朋友 有PO過 就是他們就跑來 莫比奇妙 其實在日本的那個 旅遊Vlog 然後是旅遊的雜誌上 都沒有介紹 介紹的是那個附近的什麼 那個博物館 那個以前是 黃金博物館 黃金博物館 對 比較多的是那個 可是其實 這邊比較好玩 然後比九份更好玩 好酷喔 所以那時候朋友就更開心 這個連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對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它沒有辦法迎接一天一萬個人 它就是 為什麼我們都去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 就是有一團外國人 就這樣 就是像在 對啊 在那個九份一天 有一萬個觀光客 對 可是在那個茶虎山不可能 因為它有一些階梯 後來 最後面的那一步 你真的是要用爬的 就沒有階梯了 對啊 好像手腳必用的那種 它很好 如果你是不愛爬山 像你那樣的 你就是程度剛好 但是它後面有更難的 就是如果你對那個登山 就是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 我不知道它中文沒有 不要去後面 但我想太恐怖了 走一走就好 每一個人都去過 對啊 不要去後面很難 我想知道你們是這個地方 你們從哪裡聽到的 茶虎山 我是台灣朋友 我是愛爬山的啊 對 愛爬山的 你就是很多那個爬山Vlog 就是我爬過那個 爬過那個 爬過那個又新的 這個我沒爬過 我就這禮拜就去爬 那每一運動的肚子 你怎麼也爬過 對啊 你可以開場 我要差不多最高 沒有 我真的 因為有很多朋友 例如說Katelyn很喜歡爬山 她可能會傳給湯姆斯 然後湯姆斯傳給我 我們就是外國朋友 就是這樣子 你是看過沒有去過 我也有去過 我要這樣幾次 所以你是做直升機是不是 沒有 我 再生一下 生一下迎接朋友回來這樣 沒有 我之前真的會運動 你們有看到我之前瘦的照片嗎 沒看過 有這種東西嗎 不要這樣子 我跟妳講齁 我跟妳說很多台灣朋友 我之前我很瘦的時候 很多人說 杜里我看到你的照片 我覺得妳很像 等著華盛頓 下一位 這是真的 下一位 那個地方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等一下單走華盛頓看來 來告妳 算了 這是真的 那個地方 它是很好 因為你需要一陣子 就是爬去山山 上面是差不多一個小時山 然後就是慢慢下來 兩個小時 所以一個下午OK 剛好 但是一個地方 常常帶我去 還是帶外國人去 在台北就是 對啊 對 拜託嘛 就是 什麼東西 他是OK 他是OK 但是 好生氣 第一 第一 他不是山 他是山坡 他是山坡 他不是山 他在台北人來說 已經是山了 NO 我的前女朋友 他是跟我說 你很愛趴山 他知道我是趴山的話 我也要那個 早上五點起來 就是準備東西 你知道很多零食 那個兩公升的水 就是我的登山 衣服 我的摩件 全部都很認證準備了 但是他說 我們可以去趴山 我很興奮 因為他沒有帶我過去 那個趴山 然後帶我去 我們走到一個樓梯 20分鐘就到上面 因為很簡單 所以人太多 但是我覺得比較好 是可以 再帶你的外國朋友去 不要去山山 可以去 虎山 虎山 他是在附近 差不多了 你也可以去那邊 但是 山山旁邊有虎山 對 是喔 虎山就不是山坡了 虎山 虎山 但是風景比較好 他比較高 他是 這視野很棒耶 比較 比較久趴上去 然後人比較少 很多 很多 而且因為他比較大 在上面 真的有點遠喔 你看他101還蠻遠的 蠻遠的 因為像山站101 那邊很遠 他這個比較靠近南港 跟松山的邊界 對 虎山比較靠近南港松山邊界 我在那邊 我是去看過那個101的那個煙火 煙火 因為在山山 是載車上去 沒辦法 你是要 喔 對不起 但是已經過了 因為你沒辦法來不及上面 但是虎山 你早一點就是出發 OK的你可以看 他是晚上 白天 什麼樣子天氣都 都OK了 那接下來我要帶來一個地方 離台北有一點遠 但是非常非常美麗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是在阿里山上 那很多人 很多觀光客想去阿里山 因為是台灣最漂亮的日出 是 然後那邊也可以坐一個很棒的火車 但是我自己覺得不夠啊 是 我必須要介紹這個地方 叫 明月線鐵島 明月線鐵島 對 這個很難介紹 但是這個很棒的地方 很漂亮 我現在再給你看一個照片 這是我啊 好恐怖耶 太可怕了吧 很刺激 很棒 不是 你這個有點危險吧 你站在這裡 危險啦 這個是怎麼拍 這是我朋友幫我拍 我就坐在那邊 好危險喔 沒有啦 很酷 你朋友站在哪裡幫你拍啊 感覺他是穿 他是走出去 他要騰空嗎 或者是他拍完這張 他就下去了 有VCR看一下下 喔 有跳過去的 厲害囉 哇 這個是 這廢棄了嗎 鐵島耶 而且左右都沒有什麼 旁邊沒有護欄耶 對耶 這好危險耶 太可怕了吧 這太猛了吧 你們不要亂來耶 這是一個肥氣的鐵島 有 所以已經沒有火車在行駛 沒有火車 這是之前的火車 現在有一個新的 但是之前的火車 在阿里山是用這個鐵島 這誰敢帶小孩去啊 那邊超級美 超棒的 而且上面很多青苔內 對啊 一個滑下去你就 真的 這是一棒公蓋 左右都沒有什麼保護的東西 完全沒有 好危險喔 這很棒啊 是真正的爬山啊 外國就是西村的遊客 真的很漂亮 但要注意安全 外國人不會有看過這些 你看象山那邊多安全 對啊 對 他那邊也好啊 那被人不跟象山也是 象山有手附體喔 是很安全喔 那邊 象山那邊有手附體啊 不是啊 剛剛說有手附體 很附身 好 然後我要講一個點 是完全不需要考慮到安全 非常安全的 其實這個是在礁溪 那為什麼呢 因為在礁溪 我發現我之前去 如果要去宜蘭玩礁溪 那為什麼 大家都會帶你先去 頭城的那個外套在那裡 先去玩那個海邊 沙灘走一走 下水隨便你 然後那個結束了 就去泡溫泉 可是我覺得 這樣非常非常的累 你先去曬一大堆太陽 再去泡溫泉 太多了 我反而到宜蘭 因為我在台灣十 快十二年 我到宜蘭差不多一年多了 我第一次 就是在搬到宜蘭之後 有認識當地的朋友 他帶我去爬一個 一個古道叫 很多人有聽過 對 沒有人去 我都是去 不管是禮拜六 禮拜日 觀光課最多的時候去 都沒有什麼人 而且去的時候 都是當地人 宜蘭人在去 這象山嘛 沒有101 沒有101 你看多漂亮 你可以看到下面整個宜蘭 到羅東 還到花園 可以看得到羅馬嗎 台東羅馬 太遠了 千里也的 羅馬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 羅馬是另外一邊 謝謝 謝謝你的配合 然後呢 在裡面的步道 就是你走上去 有一些小步步 那你可以玩水 你看我拍照 你看天氣那麼好 都沒有人 真的沒有人啊 就是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天 你去你爬兩個小時 都是還滿平的 都不是那種很累的 都是很簡單的 你帶小孩 你要帶狗 都沒有問題 就是很適合肚立 適合肚立去 所以安全真的沒問題嗎 沒有啦 因為那個步道其實是 你講完我覺得好可怕喔 很多專業喜歡登山的 台灣的登山人會去走的 所以他們是 連阿公阿嬤去 他們都會穿很 就是裝備齊全 因為去 尤其去走台灣的步道 是真的會有蛇 他們看到你穿布鞋 就要說 你要洗裡頭 對 他們都會講 你最好戴一個棍子 在附近打一打 不然真的很危險 尤其是那個季節 剛剛下雨的時候 雨傘結 快渴花 好可怕 天主師 太多神了 好可怕 那你爬完那個 你其實不會那麼累 而且你沒有流到很多汗 因為大部分都是有那個 那個樹 會幫你擋那個太陽 有影子 對 就是有影子 然後你可以看到整個風景 那你做完那個 你真的去泡溫泉才是爽 因為有運動到 但是沒有太熱 很舒服 外國朋友都很喜歡去爬山 我接下來可以介紹大家一個地方 就是你們都去過三峽吧 像三峽不就是去逛逛老街 吃吃金牛角 對啊 頂多去廟裡拜個拜 然後差不多可以回家 但其實在三峽有一個山 它那個山呢 其實也還滿簡易的 就是 我覺得像杜莉就OK 因為他爬上去很快 所以杜莉是一個爬山的標準 對不對 這如果以他懶惰的程度來說的話 你說杜莉去很快 是很快會倒是嗎 很快可以到達你要看美景的地方 那不是懶惰啦 可是爬得很辛苦 可是他爬應該會流滿身汗 因為他是要手腳並用的那種爬 可是他沒有很長 那個地方叫三峽的淵山 然後它是在三峽老街的旁邊 你可以開車去 或是三峽老街完畢之後 你就慢慢走著走一個上坡 然後就可以往那個地方去 那我是建議騎車 或者是開車會比較好啦 然後那個地方我通常都是 下午先去老街逛一逛吃一吃 然後稍微有一點罪惡感之後 就可以去爬山 然後接著就看夕陽 對 然後那個淵山呢 它的山上的美景是這樣子的 哇 其實我拍得很窄 因為我沒有拍全景模式 然後因為那天天氣不算到太好 所以我拍得沒有到很美的夕陽 但是我在那邊看過很美的夕陽 然後它的爬的程度就是 它那邊就是完全是你要抓繩子 所以如果你是要去看 譬如說從日景然後日出到夜景的時候 你最好要帶一個手電筒 是可以套在頭上的 什麼感覺是很危險啊 在爬山的時候是需要用手的 因為它全部都是撥到 它沒有時階 你們為什麼就不去向山就好呢 可是因為它的美景是很漂亮的 然後如果喜歡 你們真的喜歡爬山 它旁邊就是從淵山可以直接爬一整座 但因為我通常就爬到這邊 看完美景差不多了 OK了天黑了我要走了 我就會離開回家 但這邊是還滿推薦的 就是外國朋友去 三峽老街逛一逛之後 就可以去淵山走一走 然後可以看美景這樣子 就是制高點 可以去制高點看美景 然後接下來可以推薦大家 另外一個地方就是 大家都很喜歡去 就是來台灣一定也要去離島玩嘛 對 那小琉球最近有一個很新的打卡點 叫網紅老木 然後這個地方呢 其實它也不算是 就是也不知道是誰發明 就發現這個點的 其實它就是漂流木 然後它漂到了石頭跟石頭中間卡住了 然後後來就被發現 然後大家就在那邊拍照 它就變成了一個景點 但是就變成是私房景點 因為它沒有一個特別的 很難敘述它的位置 先給大家看一下的照片 大概像這樣子 紅衣小女孩 實在的 就是 就是 它其實是 哇 它卡得好穩喔 對 我是面對海邊 我是面對海邊 所以如果拍照的人 就是你找到一個 稍微制高一點的地方拍下去 就等於是你是拍到背影 然後坐在木頭上 但你面的是像海的 然後它在小琉球的加油站 小琉球只有一個加油站 就加油站旁邊有一條小路 然後你就一直走 一直走 一直走 走到你覺得像網紅老木的地方 你就拍一個照 它就是網紅老木 可是這個多立坐上去會不會斷 從此漂流物自由了 這個時候也可以攻擊我 什麼意思 有可能就是要 有點危險這樣 就是這些點都是 最近台灣還滿紅的一些 私房景點 有點酷耶 滿吵的喔 這真的都還沒去過 是 你看這麼多的私房景點 自己篩選一下適合自己的 對 行動不如馬上行動 趕快要去啦 先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來分析一強 下次見 拜拜 OK 有些喜歡比較戶外活動的外國朋友來的話 因為台灣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衝浪勝地 有很多那個澳洲人啊什麼 會特地到台灣來衝浪 可是如果在台北想到衝浪的話 第一個大家都想到是烏石港 對啊 然後你夏天去烏石港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像下水餃一樣 全部都是人 然後那個板子是一張接著一張 所以如果你真的追到浪起來的話 你很容易就跟人家撞到撞在一起 然後如果又是外國朋友來 很有可能會跟原本在那邊長衝的那種本地人起衝突 因為就太容易撞在一起 所以呢 我在這邊要推薦另外一個 距離烏石港 大概只要在開十分鐘的車程 然後就會到一個叫做 雙獅海灘的一個地方 雙獅聽起來很不吉利 對 它是獅子的獅 兩頭獅子的雙獅 然後它的沙子呢 也是完全沒有石頭的那一種 所以對 如果你是初學者或是帶小朋友的話 其實也OK 在這個淺灘 就算是退潮的時候也不會 比較安全 對 危險 你拍照那天是不是天氣不太好 對 那天是秋天的時候 但是因為它這裡的浪其實 不輸那個烏石港 它的浪行其實甚至在秋冬的時候 會比烏石港還要再更好一點 然後如果是玩短板的朋友的話 其實在這個地方他們會玩得更爽 因為它的這個浪行會比較卷一點 所以它的那個速度感跟力量會再比更快一點這樣子 好專業喔 然後它在這邊的時候 主要是因為這邊比較少 就是那種觀光客 整批整批的那種觀光客 然後所以你在這邊的時候 基本上 如果是週末的話 在海面上面大概也只會有二十個人 三十個人 可以一整個海灘 所以大家其實不太會搶浪 對 大家這邊可以衝浪衝很爽 全都愛衝浪的人可以去啊 對 可以玩得很開心 對 沒錯 但是我覺得有一些外國的觀光客人 不一定喜歡去爬山 不一定喜歡去衝浪嘛 但是有一些就是 剛剛小白有說過 該去的地方都去過了 所以比如說九份啊 十份 所以很多外國觀光客人 往東部走 喜歡往東部走 因為沒有去過嘛 所以我之前就帶了我的外國朋友 就是去了花蓮那邊 花蓮那邊就很多東西可以看嘛 泰魯閣啊 還有什麼一些七星潭之類的 然後去了那邊就是 因為有很浪費嘛 所以我就找了附近的那個朋友 我就問他 然後他就推薦我 其實台灣很多有休閒農場這個東西 台灣這個東西做得非常非常好 台灣很多啊 真的非常好 真的非常好 因為我第一次聽到農場的時候 我以為是養馬啊 養牛啊 養豬的嘛 為什麼長牛 長豬都是在自我 你不是有農場 也對齁 對啊 已經習慣了 然後就是這樣嘛 但是休閒農場完全不一樣 把它做成一個主題的 比如說像清淨農場啊 這些 對 但比清淨農場好的也很多 所以我今天要介紹的是 華蓮的一個 星光照風休閒農場 有去過嗎 這裡非常非常好 因為這裡的規模超級大 差不多都有七十公頃 有那麼的大 然後就是有分兩個區 一個是那個住宿區 然後一個是動物園 就是我們觀光客人去玩的地方嘛 但是這麼大 那我們要怎麼走路嗎 還是怎麼樣 大家都會懷疑嘛 其實這裡面可以租一個高爾夫球車 兩個小時才五百塊而已 所以那是四人座 所以是你自己開 然後你帶著自己的朋友 你想去哪裡就可以去哪裡 然後隔天早上白天的時候啊 就是我們開著那一台車很帥氣的車 然後去那個隔壁的動物園 超 那時候我超帥氣的 我在開車嘛 我那個感覺 你知道嗎 在很像加利福尼亞那個海邊 在開車的感覺 然後就是我們就帶他們去動物園嘛 那裡面有四百多種類的動物 不能小看這裡 這裡有 有這麼多 動物非常多 什麼動物 就是裡面有牛嘛 然後我們可以餵它那個牛奶 就是一個很好的體驗嘛 下一個是浣熊 好可愛喔 裡面有晚上超可愛 而且我們可以餵它吃東西 好可愛喔 然後裡面有一個鸚鵡 鸚鵡就是 它是一個很乖的 就是很乖的鸚鵡嘛 然後就是我們可以體驗 把鸚鵡放在我的手巷 或者是那個肩膀上面 可以拍照 然後還有很大的一個烏龜 哇 好大喔 我覺得這裡真的很 很大喔 超級好 這大到跟江勳差不多耶 對 跟我差不多 然後這裡烏龜 他頭都跟你一樣大了耶 對 他們說那個 他們說這個烏龜喔 它的殼 這個烏龜的殼 一公分一萬塊台幣 所以曾經有被偷過 蛤 對 但是有找回來 就是這一個烏龜 對 所以很值得 它整隻被偷走 對 整隻被偷走 然後被抓到了 抓回來了 然後裡面還有很多 不同種類的鳥跟動物 真的我覺得非常值得去 外國朋友們一定會喜歡 你說這是花蓮的什麼 星光照風 照風農場 這個地方在花蓮的本地人也愛去 對 因為像我自己在花蓮的時候 如果要泡溫泉的話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這邊 對 就是白天的時候 你可以參觀那些動物啊 然後跟那些動物玩 然後晚上的時候 它有一個很棒的這個 戶外的湯 對 那個泡 露天溫泉 露天溫泉 然後它也有湯汙 然後重點是他剛剛 然後他有講到他說 裡面有養他們的自己的那個牛 所以他們有用自己的那個鮮奶 做他們的這個產品 所以你泡完溫泉以後 他們有非常好吃的那個鮮奶酪 還有那個鮮奶冰淇淋 然後還有那個鮮奶 牛排鍋 對 最新鮮 因為就直接就是在 他們農場裡面擠出來的 本地植出 對 裡面最好吃的是那個 那個起司麻糬 超好吃 對 真的很值得去這裡 蝦牌 你不要以為我剛剛沒有聽到 你說牛排 你說早上你餵完這些牛 晚上吃牛排 真的 於心而忍 小白 妳以為來是真的牛排 這樣啊 有牛排嗎 沒有 想吃肉跟我走好不好 想吃肉跟我走 來 因為花蓮再過去我們就到台東 那我現在發現說 其實外國朋友來台灣 真的是滿懂得玩的 那你們知道就是有一群的外國朋友 他們是喜歡來台灣慢活 我玩久一點 但是我要慢慢玩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 我覺得花蓮台東 真的是超棒的選擇 那如果說你在花蓮呢 想要換個口味的話 建議大家可以去到台東那一邊 在離機場大概開車 半個小時左右的地方 有一個部落叫做阿利曼部落 然後這個阿利曼部落 其實阿利曼是一個人的名字 那這個大哥他很好玩 因為他其實不是什麼 酋長啊 或是組長這樣子的身份 他是一個 原本像我們一樣 都是媒體的工作者 他是新聞從業人員 那他是因為 他們那塊祖靈的聖地 要被政府給收回去之後 他就跟他的族人一起團結起來 想要跟政府把這塊地要回來 因為對他們很重要 所以從此之後 他就在裡面開發成一個 有點像是觀光農場主題 這樣的地方 可是他提供的是 原住民的獵人行腳 這個就算體力不好的人 也很適合去參加 因為他就是早上大家集合 然後會帶你去山上 就是小山坡走一走 告訴你說以前的原住民祖先 他們是如何用自己的智慧去射陷阱 然後你可以抓魚 然後他們會帶自己的那種 醃的生豬肉去那邊 當場就直接烤給你吃之外 你已經會覺得很好玩 因為你還會認識很多野生植物 可以當場試吃 你中午回到他們的主要營區 在他們那個祖靈屋的旁邊 原住民朋友就會煮一道 原住民的Buffet大餐 裡面有十幾樣菜給你吃都沒有錯 山豬肉嗎 這個是山豬肉 這個超厲害的 為什麼厲害 因為他們雖然是自己族人圈養 放在山裡面這樣讓它跑跑跑養大的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花蓮台東那個地方 以前有很多的那個甘蔗田做蔗糖 他們就會把這個山豬肉呢 用鹽巴醃過之後再用甘蔗汁浸泡 然後悶在他們用竹片鋪好的那個爐子上面 用慢火燙火那種慢慢的溫度 烤四到六個鐘頭 脂肪都溶光了 我跟你講我這輩子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山豬肉 真的 然後你在那邊配上他們自己部落釀的小米露 不能講小米酒 是小米露 然後再配上 你知道要跟他們交朋友很容易 你知道喝那個威斯比 再加上台東最有名的鮮乳 這樣一杯 我跟你講 下次去 你要拿一根電線乾喝醉的在那邊睡覺 他都幫你認好了 那邊真的是體驗原住民文化超棒的地方 值得去玩 可以去耶 真的 他那邊是去參加 他沒有住嘛對不對 他那邊沒有住 因為他其實離機場附近 就是一個很有名的溫泉大飯店 那他們其實還可以派車去大飯店 接你們一家大小 去參加他們的獵人行叫 所以半天的活動就在那邊結束這樣 可以耶 真的還不錯 超棒 小孩子負責喝威斯比跟牛奶 對 對 看你要喝哪一個 都可以 都可以 對 那有沒有當地才知道的私人美食 吃對不對 有沒有要介紹一下 這個我一定要講 也是激州島的 因為我現在激州島的達人嘛 然後激州島真的 自己講 自己講嘛 因為這個真的不能跟別人 因為這個真的完全 觀光客人完全不會去的地方 但是很划算的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是賣羅類 就是羅類做的一個湯 但這樣覺得很無聊嘛 但是韓國 就是知道嘛 就是韓國的小菜很多 但它的小菜真的很豐富 因為激州島最有名的就是白帶雨 但它上面有超多的白帶雨 然後可以蓄 因為那個老闆真的很貼切很親切 然後上面也有一個很大的輕雨 真的是 比我小差不多有兩個大的 這麼大的輕雨 就是類似這樣 白帶雨可以蓄 對 因為那個是湯飯嘛 湯跟飯 然後就上面的全部都是小菜 免費的 然後 然後這個 價錢很便宜 多少錢 一個人才兩百塊台幣 蛤 太誇張 但是好好看 那個輕雨真的很大 這魚還滿大隻啊 而且那個白 紅色的那個是白帶雨 那個白帶雨 真的是激州島當地的 那魚真的很大隻耶 超大隻 然後這樣也可以繼續續 老闆都不會說什麼 所以我覺得非常推薦這一家 這一家叫 沒有中文 因為很多觀光客人都不會去這裡 叫 可是你確定 他還有開嗎 因為你一直續 對啊 我有問老闆說 你這樣有賺錢嗎 他說你負責吃就好 你不要問那麼多 對啊 佛心來著 老闆不會再續一個這樣 然後這一個叫 這個我們再公布在網站上 OK 然後另外一個是 我覺得滿值得推薦 這個 就有點 有可能會覺得無聊 但是我覺得滿划算的 就是這個 披薩 大王披薩 那是我的手 然後那個披薩 差不多有一米左右 好長喔 但是這個有四個口味 然後這個也是在激州島的 然後激州島 這個是用激州島本身的牛 就是牛做的 就是牛奶 就是那個做的 起司做的 然後這個也滿划算 差不多一千多 一千塊左右就可以吃了 其實屋子我們比較關心說 這個披薩的口味是什麼 有泡菜口味 對 泡菜 泡菜口味 然後另外一個是 地瓜口味 然後另外又一個是 韓國燒肉口味 所以這就是不是一個 主要的景點 你看 所以主要 我們這叫 這個就不是披薩吧 這個就不是披薩 這個就不是披薩 這個就是披薩 就是韓式披薩要嘗試一下 你剛剛做的披薩那麼難 才敢說 好強喔 算了 算了 我講到這裡好了 反正是這兩家是 會怕就好 謝謝 對不起 反正這兩家是我一定要推薦 想要推薦給你們的 對 感覺紀州島的東西好 這樣很多又好吃又便宜 對啊 以前聽人家講都不好玩 現在好像很厲害 對啊 我們找錯地方的話 會變得很貴 OK 因為很多地方都是騙觀光客人的 是 FMZ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